Cony Chan 說 有朋友長期相信 顧XPAY的洋蔥數為了出入超市家居大廈 在1月中接種疫苗第一針 這次才接種第一針 不過很不幸 上星期就中了新冠 病情嚴重 有人說我們《網上編輯部》是老千 你們也是老千 對不起 我們沒有賣東西 我們只是叫你去打針 我們只是叫你去支持政府 這樣也是老千 沒有好處的也要老千 這個老千做得真是失敗 人家那些賣四小寶是盆滿盆滿的 對吧 搞到病情嚴重 我相信現在這個顧什麼賠 應該也是掌握著本編嘴 這麼笨你也相信 你真是白癡 那種人來的 我知道是誰了 你說鐵頭河 Toracev就說 鐵頭河好像沒有叫他何濟公 你說鐵頭河 再說我的兒子 砍你老尾 大概是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致上是這樣 我記得我有聽他的節目 以前《網上編輯部》的節目 我也有聽他說 不過他就說 你為什麼說我的兒子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鐵頭 啊 是不是想不要鐵頭啊 哈哈哈哈 做不到醫師的 我明英黎 所以我就說 我是用承藥方面 有些經驗我分享一下 你說買不到貨 我就說不是 其實去買其他都有貨 Banana Lillian說 必須去打栽 身體穩定就能打 其實是 香港打得很慢 到現在都是 是的 這種情況 我昨天 就算在新西蘭傳媒 也有專題分析 香港的情況 跟新西蘭的比較 新西蘭的死亡率很低 大家都是叮噹碼頭 確診數 老實說 新西蘭跟香港是叮噹碼頭 但是新西蘭的死亡率很低 很低 但是香港的死亡率很低 這個就要說一下 真的很厲害 這個就要說一下 香港這次是死亡人多 你看看數字 真的死了很多人 千多人 第五波其實死了千多人 你看看 但是看數字 就是 九成的個案都未打兩針 問題就在這裏 九成 是的 九成的個案都未打兩針 很多人都很遲 打第一針 就算打第一針也好 你要時間 身體去產生抗體出來 很多人 最近你才打第一針 其實就沒什麼效的 因為時間太短了 你需要時間 在身體 產生抗體 在這種情況下 你現在臨急抱佛腳 不是不好的 是好事 不過 個人的防禦措施 做得準一點 做得足一點 有街就沒有出去 如果你這麼遲才打的人 有些人 他打一針是為了去吃東西 為了入商場 你就知道有多嚴重 結果他打了一針的人 就會到處去 聽我們說 一早打了三針的人 反而躲在家裡 有些人說 打三針的人很危險 會到處去 其實打了三針的人 很多根本 因為他對自己的身體照顧 打了三針的人 反而是比較少到處去 有的 你自己留意一下 現在很多周圍走的人 打了一針 或者根本已經出現了 那些人還在周圍走 在香港 你自己看看 華康就說 遲打第一針 是因為醫管局的醫生 不建議打針 這是個別醫生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節目裡有說過 那些醫生 你去問另一個醫生 如果醫管局的醫生不建議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也有說過 根本不可能建議 那些病人是不打針的 除非他身體的病情 真的不穩定 現在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病情穩定的人 都是沒有打針的 結果就是 當然是說再見 那這個 如果你說是醫管局的醫生 不建議的話 其實是小部分 我如果看到的資訊就是 華漢 你就不能夠說 所有醫管局的醫生 不建議 你都沒有說 不過 就是 不建議打針 說清楚 有小部分醫管局的醫生 不建議人打針 不過 還是要說一件事 這件事 都是要大家看一看的 剛才台陽港的 昨天我們有說過的數據 其實新西蘭 現在已經到達兩萬多宗 整個地方 如果你計算人口比例 暫時是沒有香港那麼厲害的 整個國家來計算 但是如果你只計算我們住的城市 就已經比香港嚴重了 情況是 但是 沒有什麼死人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 香港就是因為疫苗接種率比較低 所以死人死得多 我們這裡也有人重症 有人要進入ICU 醫院也有很多人 有幾百人進了醫院 其實已經很多了 幾百人進了醫院 但是 不是說 好像香港那麼嚴重 因為香港現在每天都死百多二百人 其實是很嚴重的 但是 我也要說 有些人 其實他們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打了疫苗 打了疫苗 他們可能是重症而已 可能是重症而已 或者可能是輕症 有些人會 那個問題是很難處理的 Toracef 作了個留言 很長 就讀一讀吧 太陽 麻煩你一下 第五波新冠疫情兩個月 令余七成安老院近萬長者驗刑 即使政府不停谷針 整體院舍接種率僅45% 有院舍負責人說 有私營醫療機構拒絕副爆疫苗社 但安老院沒有疫情才接種? 問號 這是人道問題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靜才說 知道有關機構 因為擔心醫護感染而拒絕到爆疫苗社 相信只要加強防護裝備風險是可以控制的 並且說 院舍爆疫令到接種安排更加複雜 政府在理順安排在各方面的溝通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不在疫情清零的時候 都打了疫苗 我想問一下 2021年有很長時間都是清零的 為什麼不在那個時候打了疫苗 現在就要在這方面針對特區政府 新西蘭就在清零的時候 有時候封城的時候 都不斷叫人去打 清零沒有打過針 我們打針的時候已經沒有辦法清零了 這個要先澄清 清零的時候是優先群組 醫生護士那些可以先打 醫生護士和邊境做事 航空公司做事的人 那些就可以先打 那時候就是清零打的 但是我們這裡因為不夠疫苗 不夠疫苗那怎麼辦呢? 那就打了一些必須要打的人 接著就是一般公眾打 一般公眾打 其實最初就是老人家先打的 所以台仰說的就是 只是老人家群組可以先打 老人家群組可以先打 接著去到差不多爆Delta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第一針 那時候也打得很快 因為那時候清零了 其實每個人都很害怕 因為知道Delta是正在來的 為什麼會知道Delta是正在來的呢? 其實我們這裡的媒體就會說 Delta來了 大家盡快打 因為那時候跟澳洲還開了一個旅遊氣泡 其實是有風險的 澳洲一有Delta 我們這裡肯定是有的 是馬上來的 是馬上來的 有Delta的時候 8月剛剛封城 就是這樣 封城也是打第二針 有些人 結果應該是八月尾或者九月才可以打 因為我剛剛打針的日期 結果是不能打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封城 他剛剛是第一、二日封城 其實是封城的時候 是打得很多的 其實是 Connie Chan 說 新西蘭和澳洲都一樣 接種疫苗二針有九成多 三針都有五成半 所以每天死亡的人數是個位數 是啊 是相差很遠的 這個數字根本是不能爭論的 有些人不斷在罵特區政府 其實特區政府是最早頒疫苗回來的 說真的 香港有疫苗 澳洲、新西蘭都是沒有疫苗的 兩個地方都是 但是 只能夠有少量被前線的人打的 其他的人就要活在清零天堂之下 其實因為沒有疫苗 所以一定要清零 那麼 華漢就說清零之後沒有打針 因為已經沒有了 迫切性加上醫生不催促 那就沒有打針了 問題就是清零的時候 才是打針的最好的機會 那時候我們說了 趁清零打了它 這是最重要的 結果有很多人都不去打 你在這裡等 沒有人去打 去到11月才打第一針 有些人是很遲才打第一針 11月打第一針 那12月打第二針 那現在應該只有兩針 但是兩針對抗這個Omicron 都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 這個也是要告訴大家 聽聽 TTTTT就說 我都打三針 只為抗疫 其實為了抗疫是一定要打針 空偉師就說 香港打疫苗已經373天了 所以根本就是瘋了 我跟你說 其實你看看現在打第三針的數字 都是很差的 其實 國際標準來說 你看到這個地方根本就不行 根本沒有條件與病毒共存 去到2022年1月的時候 就有人出來說 Omicron也是輕症 可以與病毒共存 年輕人就是 老人家就不是 現在老人家就死了 是不是 殉坤就說 院舍不給院 又打簽子也不可 這些是他們有份製造出來的 這些問題是 因為他們看了洞房 那些媒體嘛 沒有人罵洞房 你看看在香港誰敢罵洞房 這個 是地下司令來的 怎麼敢罵他 害死多少人 是我們《魔漢編輯部》才敢說 就是說一些事實出來 那個問題就是 喂 你不斷在這裡說 針後人亡 政府谷針無極限 那些 你根本就是 使得市民對打針這件事情 是很恐慌的 而且 其實是做了很多家庭矛盾出來的 其實是 其實我們2021年已經有說 怎麼搞的 你們這樣的報紙 都離譜了 你們可惡到極點 你們 這個洞房 就是元宇宙洞房 賤格到不得了 是搞到 香港現在的疫情 這麼嚴重的 死肥紅就說 之前的香港媒體 跟那些所謂專家說話 齊心合力 唱稅疫苗 那個叫做 什麼 明家卓健 明家卓健 你一開始已經反疫苗 就撲你的街 我一開名罵你 這個明家卓健 什麼叫做卓健 卓健 是有真實的知識的 那些真知卓健 你老美 現在不是的 你們這些混蛋在那裡 傳謠 造謠 2021年開始已經是這樣的 你們這些狗蛋 真可惡到極了 這個方向就唱衰科興 南梅 唱衰BNT 搞到每個人都不打針 全部都是很可惡的 都是死那麼多人的幫兇 吃一吃疫苗 是被他們唱衰過的 被那些媒體唱衰過的 這些狗蛋是很可惡的 是可惡到不得了的 我一看到這些人 真是火都來的 因為根本 是完全不理會社會的 他們要社會破壞了 根本 就是 要讓香港亂的 他們是 害人不淺 就是他們 由2019年 已經有一群媒體 正棍KOL 用了兩年多時間 是破壞香港穩定的局面 以及製造了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出來 這群人都離譜了 好了 Hillary Wong說 長者清零時沒有去打針 院舍和家仁要負很大的責任 其實院舍和家仁要負很大的責任 很多是相信媒體的 結果主流媒體說的話 還很糟糕 就是相信我們反而沒有事 相信我們 說真的 很小事而已 相信我們 相信政府 那就不會有事 是啊 你相信特區政府也沒有事 結果不是 你打針 你就馬上去打 那就安全了 不是的 你是對著幹 特區政府要害你 特區政府幹嘛要害你 害死了你 你不交稅 那特區政府收入就少了 如果從利益關係的角度來看 他也不想你死 那麼辛苦 那些疫苗回來免費給你打 你不打 不用錢的 有你便宜的 是啊 不用錢 但是也要唱衰你 然後就說 浪費公帑 疫苗沒有人打 浪費公帑 明明就是你的報紙 嚇到別人不敢打疫苗 接著疫苗好像傳貨到期 接著又說 特區政府浪費公帑 接著 特區政府明明訂了阿斯利康 接著很小心 不讓阿斯利康香港市民打 捐了一些阿斯利康出來 又說特區政府浪費公帑 這些媒體是多麼狗膽呢 是可惡到不得了的 真的看到就真是火都來了 這個真是生氣到不得了 那麼 麥旺就說香港和紐西蘭不同 紐西蘭老人家肯打疫苗 其實 老人家是見得到西方媒體的情況 你要看到的 英國最初沒有疫苗的時候 英國最初沒有疫苗的時候 就叫那些老人家 不要 醫治 簽了 如果有事就不要醫治 留一些醫療資源給年輕人 其實英國人這樣做 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紳士文化 就是 你犧牲少我 好像鐵達尼號那些 疫情就像鐵達尼號那樣 最初是 你就叫那些老人家簽 好了 接著 一旦有疫苗 其實就找老人家去打 那些老人家都相信的 其實那時候 不會說 你找我來做白老鼠 其實對科學家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但其實嚴格來說 當然是找老人家去打 試一試 是否安全 結果 老人家打完是很安全的 老人家 因為打針 而離開的數字 根本上是很低的 那時候 他們BNO祖國 已經是做了 為什麼有些媒體在香港可以說 香港政府找人來做白老鼠呢? 你做白老鼠都沒有資格了 說真的 BNO祖國就打得早過你 以色列也打得早過你 香港已經算快了 第一批有疫苗的地區 其實是 但是 嘩 香港的媒體就完全不就政府的 基本上就是對著幹 是完全對著幹 是完全對著幹的 那蕭娟蒼 何君堯 她說了 她也知道很厲害 她是誰 蕭娟蒼 有人很懷疑你的身份 你可以說給大家聽你的背景 讓大家釋除這個疑慮 有些蜂友 對你有些懷疑 其實我個人都相信 你在這裡說你是做什麼 我都相信 我對人是有信任的 現在有人懷疑蕭娟蒼 這位醫生 那 不如你講一下你的背景 大家就知道 不是我們 免得我們 我們又吹水 明明不是醫生來的 又在這裡說 那 大家幫一下大家好不好 謝謝你 那麼 空威斯就說 她說 根本復必泰的不良反應 老人的數量是比年輕人低得多 是的 是年輕人才會有心機嫌 還有香港才特別多 其實很麻煩 那 Will Ong就說 他老尾 我們這裡有一條王 又說要等 新的report test kit 才用 又不打疫苗 真是狗狗的 這些人是賤狗的無論 傻子 其實是破壞社會的 Freder Wong就說 當時香港這麼早有疫苗 我們很羨慕 但是很可惜 香港人不肯打 其實最初的時候 我有想過 我飛回去香港 隔一隔離 打完疫苗 再回來這裡 那時候我有想過 做這件事 不過當然我也沒有做 其實香港人 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 龍眼妹就說 現在也有一個士帝在聽 還有一個大馬士帝 就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其實誰在聽都不重要 我們是不是都是這樣說 不會說有些人在聽 我們就不說某些事情 就連古先生在聽 我們都照樣玩他的 是無所謂的 其實是 也不是玩他的 應該這樣說 跟他開玩笑 應該這樣說 開玩笑 Edith Tau就說 其實香港人怎麼算 都不是做白老鼠 大把其他國家的人 都已經打了 而且香港還有傳統做法的 國產疫苗 其實真的很幸福 我也很想打滅活疫苗 可惜英國沒有 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 是跟中國關係好一點的地方 龍潛水就說 大陸打了十幾億科興 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 有人說要打國藥 梁美芬還在議會上要求 政府輸入國藥 是的 這個人 其實兩種東西都是一樣的 你看看政棍是多無恥 根本上 本來他應該跟他 叫他去引入國藥的選民 他應該跟他說 其實科興是一樣的 應該要的 應該要解釋 他不是的 那些選民 需要什麼 他就照直說 當然 華漢就說 是不是最早期 政府醫生不建議 老人家或者病重者打針 我被拖了兩次 第三次才可以批准打針 如果是政府醫生這樣做 其實政府醫生也是有問題 我只能夠說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真是 殉群就說 美國老人院全部要打 沒有疫苗前有條件差老人院 全家老人院死光 其實我們都看到這些情況 我們之前都說過 是整家老人院清零 包括醫護 初初有疫情爆發的時候 多恐怖 是啊 是死了 現在你們還在說 有針不打的人還在罵 今天1516 政府沒有輸入就爭取 我們這裡都有人爭取阿斯利康 政府也有安排幾針給那些人打 結果那些人也是不打的 其實是藉口 是藉口 其實我很坦白和你們說 有些人說不打那樣 不打那樣要等打哪樣 其實到最後他們那群人根本就不會打針 其實是 那Kitty Wong就說 我兒女也叫我不要打 可能他也是為你好的 有糖尿病 打不過 後來政府說可以打 其實一直都可以打的 糖尿病不是禁忌症來的 打疫苗 我家庭也有因之前政見不同而有影響 他們叫我不要打 我只是回應 之後打完第二針 告訴他 我已經打了兩針 現在準備打第三針 其實你已經很安全 你有兩針已經安全 不過如果能夠盡快打第三針 去打第三針的時候 做足安全措施會安全很多 子女打了沒有 子女 如果叫你不要打的話 他們有沒有打 如果他們還沒打的話 快點勸他們打 酒馬燈就說 超人都一早打了針 超人都相信為什麼不跟 香港人以往很聰明 現在被那群政棍動防黑 媒體民戰X 陰公亂港會 搞祸香港實在說不下去 其實那個情況是很慘的 我跟大家說 就是 有人用了兩年半來搞這個亂局出來 你看到現在特區政府很慘 我們明知道他們是這樣搞的了 我們已經盡力抗衡他們 但是 我們結果沒有人看 因為他們這麼多人眾口都說 這個台是假男真王反中亂港的台 結果只有我們最堅實 由始至終都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是這樣的 你說多嚴重 對不對 政府不會害你的 你一個一個都不相信 你自己害死自己 如果你說追究責任 現在很多人就抹擦政府 但是責任是每個人身上的 你不去打針那些人 或者叫人不要打針那些人 那些最可惡的 責任在他們身上 那些媒體 政棍 和一些反疫苗的人士 這三樣東西 就害死香港 害到今天 今時今日 這麼多人每一天 都有出現大量的死亡 是死亡 拿了別人的命 你做的事是 真是不知所為 這個Mimi Lady 就說夏寶龍說 政府抗疫沒有盡力 這個我們也要說 現在是有些媒體這樣報 你要聽他的原話才行 有很多人就完全不看過原話 他扭曲了 當然 劉兆佳就說 劉兆佳解釋 夏寶龍說 是屬於嚴厲警告香港的官員 但是究竟 夏寶龍的原話是什麼 這個一定要聽 有些人是完全不聽夏寶龍的原話 就說的 只看報道 只看報道就說 報道本身帶有立場 對 他借劉兆佳把口去打特區政府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其實整件事是怎樣說的 夏寶龍又說 面對來勢兇猛的香港疫情 既要堅定必勝的信心 進一步增強使命感 責任感 緊迫感 迎難而上 奮用攻堅 又要充分認識香港疫情防控工作 面臨的嚴峻性複雜性特殊性 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和工作準備 全力保障香港同胞 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有一句是這樣說的 要全力支持特區政府 進一步加強對防疫抗疫工作的有效統籌 設實履行好主體責任 特區政府的負責官員要勇於擔當 勇挑重擔發揮好組織領導作用 以投身抗疫的實際行動來淺行就職誓言 其實這個很溫和 我自己的看法 你說很嚴厲 這樣已經很嚴厲 對外國愛港力量是怎樣呢? 外國愛港力量就要積極作為 引領社會各界團結一心眾志盛盛 與特區政府合力抗疫並肩作戰共渡難關 其實你看一下所謂的愛國愛港力量 有沒有引領社會各界團結一心眾志盛盛 與特區政府合力抗疫並肩作戰共渡難關 我告訴大家有很多人都沒有 他們有很多自稱愛國愛港的力量 其實就是不斷狂准特區政府 對嗎? 對嗎? 提及各位何君堯說了什麼? 吃光它!吃光它! 吃光它的批! 說什麼? 吃兩排! 吃兩排,拍兩排就知道行不行 森林貓咪說下主任傳聞說了很多東西 要看完,不要只看一兩段 沒錯 我沒有辦法說全聞 因為每一次說全聞都沒有觀看 反正沒有人聽 我就按照比較中立的媒體報導 那個媒體我就不說是誰 但是它是中立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他還有說要發揚鬥爭精神 有力竭批和依法懲治反中亂港分子的抹黑攻擊 散布謠言,製造恐慌等干擾破壞抗疫的言行 其實那些愛國愛港的人做了這件事 其實很多 抹黑攻擊,散布謠言,製造恐慌等干擾破壞抗疫的言行 他們全部都有份做 有很多朋友,很多議員,現屆議員 對啊 我就是叫大家支持特區政府 我們這件事已經說了兩年多 2019年8月已經叫大家說了 對不對? 剛剛 跟大家說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抗疫一起要齊心 政府還沒有說同心抗疫 我們已經說齊抗疫 平經濟反網報 最初是說反攬炒 多早 多早 最初是說反攬炒 來到尾,現在搞到這樣 我們做不大 還要被人冤枉 反中亂港 我們就反中亂港 但我們有沒有抹黑攻擊散布謠言 製造恐慌,我們全部都沒有做 我們也沒有干擾破壞抗疫的言行 他們那幫自稱愛國愛港的人 就做了所有事情 你說大不大鑊? 全力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堅決打贏香港疫情防控保衛戰 你不要叫他做劉少百佳 因為我是認識他的家人 不要了 所以千萬不要 這個我不會這樣說 因為這些是嚴格來說 都是認識一些的人 我也免得動手說 免得出口說 其實他說話很多時間都可以的 劉少佳,我也說 但是有時候就很麻煩 現在說了一些事情出來 他也是要打一下特區政府才行 沒辦法 究竟媒體有沒有如實報導 劉少佳說的話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夠這樣說 Charles Jojo就說 夏主任在說那幫政棍 那幫政棍射到特區政府林鄭道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他們認為林鄭會被人拉下台 所以她就狂打 所以麻煩 我覺得政府除了用香港電台的三十二部官方信息外 應該要出份報紙大部不是免費報 定價兩元放在報攤給人買 裡面要有一些優惠券 吸引市民買 目的就是吸引市民 看正確的官方信息 不要給那些不報導事實 自污衊政府的報紙獨大 以前就怕人說政府與民爭利 但今時今日見到傳媒 根本就不對勁 出一些官方報紙是必須的 沒有人看的 但問題就是沒有人看的 現在很難搞 他們投射不到出去 其實現在香港電台也有一個問題 其實他們現在正路了 那些新聞 但沒有人看 你一正路就沒有人看 其實很煩 就是這樣 也不能夠挖重取寵 但你紛紛報紙要挖重取寵 你哪裏可以跟別人鬥 所以沒有人看 Toyasaf自己承認了責任 他說佳叔這次很過份 我也不同意 汪友高醫生昨晚說 要即做傳媒強檢 其實現在問題是沒有辦法即做 他可能不在那個位置 他可能不知道 如果他真的有這樣說 我的看法就跟他不一樣 現在沒有辦法即做 因為沒有隔離設施 隔離設施都還沒有預備好 對吧 那你隔離設施還沒有預備好的話 你是否真的可以 搞得好呢 就不可以這樣說 那 Toyasaf 他說什麼 Soul Carey 那裏有什麼說 Soul Carey 他說 今天下午下午香港會轉播 紐西蘭打給2,400米一級賽馬 只播一場 記憶中以前從未轉播 不要買 我就跟大家說 這一場馬不要賭 我的建議就是 不賭試贏錢 因為這些大賽 他們有賺錢的方法 你抓不到他的路 最麻煩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不建議大家去賭場 告訴大家 再說一次好不好 建議大家不要買 因為其實我們要去看很近的 台詠同學 我待會做完節目走過去就可以了 走過去就可以了 那個馬場是這麼近的 寫著那裡 我走過去是四個字而已 走過去是可以走到的 不過我自己也不去看 你想想是什麼事就知道 Namamito就說 很多人都說高醫生馬上要 究竟高醫生有沒有這麼說 我也不知道 沒有留意 我沒有留意 其實沒有留意他 我自己真的沒有留意 如果真的要馬上做 其實怎麼做呢 是做不到的 現在的問題你自己想想就知道 如果他有說要馬上做 我就不知道了 現在疫情沒有強檢 你也知道現在每天都很多人確診 過萬計人確診之後 然後你怎麼隔離他 對吧 搬他們去哪裡 有沒有起碼 20萬個床位給他們 我相信至少20萬 如果是這樣的話 現在每天都過萬單 是幾萬幾萬的上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個 他現在有說 其實他就說 全民檢測要判合短期禁作 他理論上應該要這樣 但實際上你要做 這件事我也要說 一定會有很多爭議 現在又 現在又 好